波泰茨系列飞机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是法国最重要的空中力量之一,主要是负责空中支援和侦察任务。 波泰茨公司在一战时期,仅仅生产了三款侦察机,波泰茨33就是其中之一,虽然仅仅只有三款,但是还是不能否定侦察机在空中的地位。 所谓侦察机就是在战前或者战中侦察敌军情报的飞机,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改变正常战争的走向,直接和国家意义挂钩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,一开始,欧洲的各国对于侦察机的注重程度很低,其中奠定侦察机的地位的战争就是马恩和战役。 在德法战争时期,法国空中侦察机就很巧妙地发展的国空军中,有一对右翼缺少保护,也就借助这个机会,帮助法国牛尔战局,成功地遏制了德国的攻势。 历史上对于波泰兹33侦察机记录并不多,从书籍上查阅到,该机型采用的是双叶的设计方式,而且对于前一代来讲,在机型的结构和装备上都有很大的提升,主要是由相处量上的提升,很大程度地加强了该机型的续航能力,还提高了飞机高度,有效化度提高了侦察力度。 在此之前,由于前一代的侦察效率不见人意,而且生产的速度较慢,不是因为生产复杂,而是不满重点放在这个方面,所以33型作为改进机型,正是不如侦察机时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